這次通通參在一起做殺尿牛丸 暗原的3.75吋冰人 配上潛龍典影的Snack 完美 妥妥一個特工啊 再騎上一台 帥雨戰爭的機車 帥啊 再騎上一台 阿凡達的AMP套裝 這樣不只能潛行 跟敵人剛正面都行了 讓我們先來處理Snack的頭雕 取出少取的AB補圖 繳獲均勻 加點82年的自來水 可以防止黏土沾黏在手上 全部塞入Snack的頭雕裡 取出幾個千球 一起塞入Snack的頭雕裡 這樣做有幾個好處 一來AB補圖太厚不好乾燥 二來方便磚孔時定位 避免一不小心打穿Snack的頭顱 被黃標 脖子球關節沾黏水 避免黏土沾黏 頭跳按入適當位置 搞定 噴灰完 先噴膚色 別問為什麼 除非你想你Snack變黑人 擦完膚色 用遮蓋液幫Snack 復刻面膜 再來用點黃色顏料 幫頭髮打個底色 來點咖啡色來當主色 先噴一層 面膜敷完啦 拿藍丁膠把面膜沾下來 這樣基本輪廓就有啦 從這開始使用法郎漆添加面部細節 怕分色出界的魔友們 放色的時候可以先噴一層 消肌系的亮光漆 或消光漆來當保護層 這樣畫錯 拿X20清潔石 也不怕把前面畫好的地方 擦掉啦 嘴唇機膚色 用紅藍白黑 調成適當的顏色 來上色 開眼畫眼線加睫毛 那個神韻就出來啦 接著幫AMP修修膜 把LOGO核膜線及湯口 給處理掉 好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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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孔造型有點淺,鑽深一點,讓細節明確些 用牙膏補塗加一點消肌溶劑來增加裝甲的質感 這邊隨性的拍出一些紋路就可以了 接著噴記憶體的顏色啦 記得玻璃要先用遮蓋膠帶遮蓋好喔 顏色的部分用日本入均 均綠色套入灰色及咖啡色就可以調整至原本塑料的顏色啦 選用橄欖色加白色來噴高光色 暗色的部分用暗綠色,淘點咖啡色及黑色可以啦 暗色的部分用暗綠色,淘點咖啡色及黑色可以啦 再來針對機體的暗部用髮廊消光黑進行洗色來增加體感 暗色的部分用力用來咖啡色的質感 花色有 qb比較簡訊 花色又跟νη品化 花色的部分用左它稍微塗在咖啡色 花色是一個小小小小味的顏色 花色的部分用來咖啡色 花色的部分用來咖啡色 用點殺色來添加使用痕跡 上色邏輯就由下而上,由重至輕 整體就化完就可以撕著蓋啦 應該有眼尖的魔友會發現 怎麼好像還多了一些東西 沒有錯,高光處居膝還用了白色來干掃 以及點綴了一些金屬質感在關節上面 機體內部就輕鬆點綴一些金屬感阿 按鈕阿,燈阿就可以了 機槍跟身體沒啥差別 就不展開來說了 給機車按上支架 支架就拿圓形中空的膠條 打火機烤一烤,敖一敖 補土修模上色就搞定啦 就 ο,敞在哪 隨便 Screen 只是看電池 大功告成 來欣賞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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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欣賞一下吧